时间像是指尖的沙,根本无法减实,但路过的风景会给你留下美好的记忆,遇到过的人会影响你的人生。 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,我们每个人想着只要与人相交,就应该心存善意,真诚以待。 但是,如果你一旦遇到这三种人,你必须离开他们,否则你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糟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古运学堂,温水瓦,吞食你能量的人。 听过一个著名的能量吸血鬼理论,如果你跟某人生活相处,便得越来越疲倦,悲观抑郁,说明这个人就像吸血鬼一样。 正在吸走你身上的能量和精神,那么我们要做的,就是远离他们,防止能量被偷走。 还记得那个抛肤、自驾游、火爆全网的苏米阿姨吗? 二十多岁时惊人介绍,不如婚姻,在婚姻三十年里,勤勤恳恳工作,照顾家庭。 可不曾想,老公一直与他AA制,买菜,女儿养育费用等,都是苏米阿姨承担。 有一次,用老公的一包卡买药,第二天,老公就把密码修改了。 而且,老公还要进行冷暴力,否定他,控制他,诋毁他。 苏米阿姨参加同学聚会,老公破门而入。 说他精神有问题,以此让人疏远,给女儿带外甥,老公说他口臭,口水有毒,让外甥远离他。 容忍了三十年,原本乐观的他,患上抑郁,甚至想过自杀。 等到外甥上幼儿园后,他终于下定决心,为自己而活,开启了自驾之旅,彻底远离丈夫。 想吃什么就吃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,想参加同学会就参加,自此自驾两年。 他游遍大半个中国,并登上了纽约时报,接受央视采访,离开丈夫日子,不知道他过得有多惬意。 华大基因CEO引业曾说,远离消耗你的人何事? 情绪可以改变基因,因为去接触美好的事物过程中,天然地加强神经回路,产生优质的分子。 当下次遇到困难时,你就会坚信一定能挺过去。 我们不能做温水中的青蛙,等待着慢慢被吞噬,让能量消耗殆尽,要保持觉察能力,意识到有被吞噬的苗头,就果断离开。 无论他们是谁,哪怕是父母和爱人,也要保持距离和边界,这不是冷漠,而是一种自我保护。 总是否定你的人,别理会。 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,把两棵相同的植物放在相同的生长环境中。 每天分别对他们说不同的话,其中一棵说的是,你就是个废物,你一无是处,你一点都不招人喜欢,要你有什么用。 另外一棵说的是,你今天真的很美,我喜欢你做自己的样子,一边是遭受否定,一边是享受赞美。 一个月之后,实验结果让所有人感到吃惊,遭受否定的那一棵植物,叶子全都发黄枯萎了,而享受赞美的那一棵,则枝叶繁茂,生机盎然。 其实人就像这个实验中的植物一样,被欣赏的人生,总是更有生命力。 而一直被否定的人生,往往结局都很惨。 记得去年,北大女生包某自杀的案件惊动了所有人。 原因是,包某男友以包某不是处女为由,持续贬低,辱骂,否定她,对她进行精神控制。 最初,包某还能清醒辩驳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将来。 然而,随着男友处处否定她,竟然让她也逐渐从内心接受了自己不是个好女孩这个设定。 从前的包某是同学口中如沐春风的女孩,一直对所有人都很亲切,学习努力,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,但在男友长期的情感操控下。 让她也陷入了深度的自我怀疑,强烈的羞耻感击垮了她。 这个青春年华的姑娘,对朋友称失去了对爱的所有希望。 由此可见,这一生,交友的时候选对人有多重要,总是试试否定你的人,她能把白的说成黑的,瓦解你的自信,甚至是摧毁你的人生观。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,就随随便便指责否定你的一切,让你感觉低人异等。 要知道,精神上的柔炼,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愈合,遇到这样的人,一定要懂得及时止损,否则受伤的只会是自己,这个世界已经足够残酷。 到哪里都是社会,我们最不缺少的,就是打击和否定,而朋友应该是一个温暖的存在,他会在你失落的时候,给你鼓励,在你受伤的时候,给你安慰,让你满血复活,然后斗志昂扬,继续满怀希望的向前。 耍小聪明,爱占小便宜之人。 爱耍小聪明的人往往自我感觉良好,认为别人都比他笨,其实他的所作所为,早被周边人看得透彻,久而久之,必为众人所唾弃。 面书期间有这么一军,至今记得,我们称他铁公鸡,该军生活费其实比他人更充足,但就是一毛不拔。 爱占便宜,我们当面也不好怎么说,但大家心里都有数。 那时候,学校饭堂饭菜挺难吃,同等价位下,我们更愿光顾外面线巢小便,我们是轮流买单的,这样也比较方便,该军见我们出去吃饭,也紧跟不舍。 有时候拿着碗筷,准备去饭堂就餐,见我们一伙要出去,又舍了回来,要跟着一起去。 就这样跟着你们一起吃,一圈过后,轮到该军买单时,他不是第一个吃完,借口有事去,就是上厕所去。 要不然,就是轮到他买单那顿,就独自跑食堂去吃,刚开始大火也没留意。 渐渐便知道了,给该军起名为铁公鸡。 N年后都早已步入社会,有次偶遇同学,聊天中又扯起昔日的铁公鸡,他说还是老样子,一次去探病。 铁公鸡也在其中,众人买了些水果礼品什么的,比较重谁都不愿提,到了病人楼下,铁公鸡一把夺过礼品。 说是让大家歇歇,独自拿着众人礼品,打头给病人献殷勤去了。 可想而知,铁公鸡在社会中有多受欢迎,至今如此,众人有时只是揣着明白钟糊涂而已。 不务正业,好高务远的人。 有句话说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 跟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,你也会变得很积极,跟踏实,诚恳的人在一起,你也会变得脚踏实地,而跟一般不务正业,好吃懒做,好高务远的人混在一起,你也会变得堕落,变得不切实际,一想天开,最后跟着吃苦的人还是自己的家人。 阿诚,是一个货车司机,之前还挺勤奋出去跑单的,但这两年来,货运行情不好,他也曾在找出路,没有活干的时候,就拿起手机在平台上刷刷单,看能不能接到活干。 后来,他渐渐地就跟电站那般小混混堆在一块了,从早上到晚上,都在离开只有几百米远的小房间里面,跟那般人在打牌聊天,白天不干活,没有收入,一到饭点,就自己出去市场买一些烧腊回来,跟那般人吃。 甚至白天就喝起酒来了,这样白天喝醉酒,却成为了常态,别人有货找他去送,他也没办法接活干,劝过他好多次,他就是不愿意听我们的话,妻子二胎即将来临盆了,自己却这么堕落,我们都替他妻子感觉到失望。 电站里的那些人,除了会说一些溜须拍马的话,叫他一声成歌,什么都不会,当阿诚要是出点什么事情。 那些人还不是有多远躲多远,根本就不值得深交,环境特别容易改变一个人,跟着不务正业的人走得太近,你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堕落,对生活丧失了斗志,你还拿什么去养活你的家庭。 最后因为你的不上进,妻子跟你吵架,跟你闹离婚,值得吗?如果你和不务正业的人在一起,多半没有好事,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糟糕的局面。 挑拨离间的人,这世间有一种人尤为可怕,他平日里看起来非常关心你,又是你把一切秘密都说与他听,然而转头却把你的私密搬上茶桌。 公益群人当点心,此种人可不是关心你过得好不好,他只想确定你过得没他好,他便高兴了,你要是不小心埋怨了谁两句,那他必定嘴上附和,眼里放光,告辞之后,立即将你的话添油加醋,告诉那个人,此后来回数个回合,你和那个人本来并没有多大冲突,硬是让一个中间人给弄成了一辈子也不再来往的仇人。 而他作为挑拨离间者,看着你们由于他产生仇恨,志得一满,如同欣赏自己的绝世佳作,都说冤家已解不已解,可喜好挑拨离间者的口号是,没有冤家。 我们就制造冤家,若是身边有人总是传递别人咒骂你的消息,先别怒法冲冠,一定要去当面核实,小心求证,以免误入挑拨离间者设下的陷阱。 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的人,人生最怕的就是遇到那种两面三刀的人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这样的人他会把你的人生搅得一团糟,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并没有那么复杂。 简单点,纯粹点不挺好的吗?何必各种讨好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做人最重要的就是真诚相待,你真诚对待一个人时,那么对方也会善待你。 不管怎样,都要学会分辨身边的人,不要真心错付,不然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,你掏心掏肺的对一个人好,殊不知对方别人对你是各种花样,生活中有太多不真诚,笑里藏刀的人,有时候为了利益或者自己的意图,各种讨好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。 所以,不管怎样,都应该学会分辨身边的人,不要被人耍得团团转,最后被人当傻子一样,消耗的就会是你的真心。 与人交往,还是得慎重,毕竟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那种人生是不一样的,人生这种事情。 不是可以乱来的,身边的人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,对于那些负能量,急于否定你,两面三刀的人,要趁早远离,这样的人,他们只会消耗你的人生,给你的生活添乱。 对于有些人,该舍弃就应该舍弃,没必要把不值得的人放在心上,只有学会削减圈子,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美好。